日本新森縣網紅秋田犬 牠因為衰老引發多重器官衰竭 8號去世 享受13歲 相當於是人類的90歲 這隻狗狗牠長得長長的毛髮 很像一隻小獅子 加上眼睛特別小 呆萌萌亞一夕爆紅 還曾經擔任過地方上 甚至很多活動的特別大使 在日本家喻戶曉 故事還曾經被拍成電影 低沉的吼叫聲招牌的咪咪眼 雖然有點醜 但卡哇伊 這是日本網紅秋田犬 瓦薩歐 昨天晚上 動物病院在天敵中 靜靜的呼吸 瓦薩歐今年4月以來 就因衰老無法站立 6月8號去世 享受13歲 約是人類的八九十歲 其實瓦薩歐死了 咦 啊 最近 昨天晚上出發 本來是流浪犬的瓦薩歐 2007年被青森縣 烤花枝店老闆收養 後來有人在部落格上 介紹他後爆紅 許多人跑到青森縣 一探本尊 除了媒體爭相報導 瓦薩歐還成為觀光大使 甚至越上大螢幕 台式採訪團隊 2015年也曾到青森採訪 瓦薩歐 哈囉 瓦薩歐 瓦薩歐的四主 截子阿嬤 也跟我們說明 為何要取名瓦薩歐 截子阿嬤 2017年逝世 瓦薩歐的老伴也在去年走了 親人一個個離世 也讓瓦薩歐好落寞 如今跟大家說拜拜 讓粉絲好不捨 瓦薩歐好逼 對 對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